中文字幕——YK 我们刚才讲了什么 无死 无死是骨牙口鼻从外部 那么这叫无死 内部就是指至少是在猴 咽喉部 是吧 一直到气管内这一段 从内部 那么可以引起 呼吸道阻塞的遗物 主要分为一个是外缘性 一个是内缘性 那么外缘性主要是各种的食品类 困状物比如水果啊 果核啊 花生米啊 还有一些个其他非食品类的 纸团 笔帽啊 硬币啊 钮扣 药片 是吧 以及瓶盖等等 所以大家看到这种外缘性的东西 所以如果发生这种外缘性的物体 引起的梗死的话 往往都发生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啊 一定是儿童 是吧 或者婴幼儿 是吧 幼儿或者儿童 所以这里 那么内缘性的一般多为呕吐物 血液 或者凝血块等等 是吧 比如说食物反流 吸入到呼吸道内 这也叫梗死 是吧 当然我们可以在鉴定中不说因为梗死而死亡 那说的不对 是因为遗物 阻裁呼吸道 是吧 导致死亡 实际它的含义就是梗死 是吧 那么 一个是外缘性遗物阻裁呼吸道 那么多发生在婴幼儿 是吧 特别是在幼儿 儿童 在哭闹的时候 嘴中含有什么 在嘴中含有一些个遗物 是吧 比如果核 水果块 是吧 等等这些扭扣 这玩意的时候 突然一哭或者一笑 什么的 被吸入到了呼吸道 这样的案件或者事件呢 确实在日常生活上经常都遇到 如果将来 大家就是可以说是从事 有这个同学在这个耳鼻喉咳的时候 是吧 可以看 这耳鼻喉咳是常见的一种现象 是吧 所以这是 所以在小孩啊 吃东西的时候 不能逗他笑 或者哭 因他哭 是吧 这会引起意外事件的发生 是吧 比如吃花生米 是吧 为什么现在说 国家的果冻 对大小有限制 知道吧 我们国家安全 这个食品生产安全中 有关规定 对这个果冻的大小 是有限定的 为什么 就是不能让你一口吞进去 是吧 就是让大人就无所谓了 就是小孩的说 你一口吞进这么大点 他放在嘴里 有的时候不小心就会被吸入到灰道内 是吧 脑子死亡 那么当然也有杀人的 用这种方式 是吧 把这个强行讲 撒布啊 什么一些个物体 塞入到咽喉部 是吧 这样 但是相对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内原性遗物 比如说 那么要想遗物吸入的话 我们说作为成人 正常 我们咽喉部是具有强烈的什么 防御能力的 是吧 一旦有遗物刺激 马上会出现什么 枪壳 是吧 就会把这遗物咳出去 咳出口腔外 那么要想发生这种 一定是这个人什么 处于一种昏迷状态 是吧 对外界刺激 反应力差 或者没有反应能力 是吧 所以必然比如说昏迷状态的 醉酒状态的 是吧 麻醉状态下的 所以为什么在外壳麻醉的时候 首先要什么 控腹 头一天 是吧 就是特别是全麻的病人 是吧 现在不管全麻什么 头一天必须得控腹 是吧 所以第二天进行手术 就是为了防止 在麻醉过程中 发生遗物吸入 是吧 这是对 那么再一个 比如晚期肝硬化的 那么这个死管静脉扩张 那么发生破裂 大出血以后 殴血 被吸入到护育道 也可以 比如说患有灰结核的 那么灰结核的这样患者 那么发生出血以后 可以进入到气管内 那么导致阻塞气管 开始死亡 是吧 那么这样的 这次图片显示了 各种各样的遗物 是吧 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 宝石 是吧 这个蓝宝石 吸入到了 那家里小孩拿着玩 是吧 家里可能是挺有钱 宝石到处冷 是吧 到处放 让小孩给拿着了 那么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块 气球残片 干什么 裹气球 是吧 爆炸了 结果进去了 是吧 破裂了 气球 有挺大的气球 可能破了 他拿一起残片 他自己个嘴里裹 是吧 玩 也形成一个小的球 是吧 结果这一破 进去了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个笔帽 这是个烟墨 阻塞 这个烟喉 这是个笔帽 绿色的笔帽 是吧 放在嘴里 不信 被吐了 这是个假牙 是吧 所以为什么老年人睡觉的时候 晚上要把假牙 什么 拿下来 摘下来 目的防止啥呀 就是怕引起这种 阻塞呼吸道 是吧 这是什么 微内容物 是吧 都在气管里头 你看主要在分叉树 堵 非常堵 这是块什么呀 这写的呢 火嘴肠 是吧 你说吃火嘴肠 吃急了都不行 是吧 当然说这种人 我们正常 狼吞虎咽 拿着这个火嘴肠 嚼 是吧 饿坏了 是吧 或者是嘴馋 是吧 吃着急 不小心吞进去 结果 那当然 正常人一般很难发生这种情况 参观 他是一个什么呢 脑梗塞的患者 是吧 有后遗症的人 是吧 运动也不灵活 是吧 吞咽功能可能也差 是吧 这时候导致这个 是因为吃完了以后 那么呢 所以因为这个数字都大了 所以 女太太爱人说 她老伴说 我想吃火嘴茶 那老伴说 那好吧 晚上八点钟 就上小铺 小卖布 给买了一个 马上回 给打开咔嚓咬了一口 一下就 太大了 这块 你看这块多大 这块 挺大这块 是吧 结果就 她没吞到 没卡在这地方 先卡在什么地方 先卡在食道里 在食道的中段 大概这个部位吧 她就觉得难受 说我厌不下去 那是没办法 说马上到医院 去看一看 到医院呢 当时一看 说你这卡在食道里 食道不行 说你得这个太大 拿不出来 估计也下不去 得需要 下那个 食管 那个胃镜 是吧 往外取 要不就开服手术 这玩意说就麻烦 所以她还需要押金 家里没有钱 没有办法 又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 跟单位一说 单位说老同志退休了 可以 说给你点 有医疗保健 保健 保健费嘛 是吧 免费公费医疗 也是老同志 说你可以到医院嘛 因为为了 就近到了另外一家医院 耳鼻喉 急诊 是吧 到急诊科呢 走到半道的时候 打车 不是 这个东西就从食管里 上来了 进到了口腔 跑到哪 跑到鼻腔的后面 是吧 就堵在了鼻腔的 磁状孔 是吧 后面 他也难受 但他直到是堵在 他嘴呢 喘气 不会影响 是吧 所以到了医院以后 医生呢 说一看 鼻腔的看着 是堵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 说跟家属说 你站在这 我前面用一个器杰 给你往后怼 让他出来 偷到口里 就完事了 是吧 所以说 要那个家属说 你拍拍后背 家属一边拍后背 那个医生 一怼 一怼 吸到这里 是吧 所以当时 见到这个人 就是去家属描述 就是满地里 打滚 是吧 因为这个窒息 非常难受 不能呼吸 所以最后 短时间内 就造成死亡 我们解剖 看牌号900号 是吧 这是 那么在解剖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东西 是紧紧地卡在了 声门这个部位 是吧 而且那个火腿肠 都卡出了那个印 是吧 两侧 夹入 那声门发生 痙磷也会 是吧 那么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鸡蛋糕 是吧 银耳 这是一个胡萝卜片 是吧 你看各种各样的食物 或者什么 都可以当成这个食物 是吧 这是胃内容 是吧 这里头 这是有胆汁 混合胆汁了 是吧 这是拧血块 是吧 七道里头 都是拧血块 所以各种都可以 阻塞一会儿 那么临床上在抢救 七管茶管的时候 可以有一种病发症 是吧 就是七管茶管 大家说是可以是经口 是吧 也无损伤性的 也可以经七管切开 是吧 进行茶管 那么无论这两种 在茶管的时候 那么七管茶管 茶入到七道内以后 它前面有个气囊 是吧 闭塞住 让它从这个气体 从这个茶管管 来进行呼吸 是吧 那么由于这个气囊 在和这个食管黏膜 进行接触的时候 时间如果过长的话 那么接触的部位 会发生感染 是吧 黏膜可能会发生坏死 那么如果气管拔掉以后 气管上拔掉以后 这个坏死的本身局部 会产生一种 类似于甲膜一样 所以它就会变成 半脱落状态 形成一个什么 活半现象 那么在呼吸的时候 那么形成了一种活半 所以造成了窒息 也可以出现这种 是吧 导致这个 所以把它 这种称为叫 阻塞性 气管纤维蛋白甲膜 是吧 这种 这是这个 那么机制啊 就是呼吸道受阻 是吧 呼吸 呼吸道受阻 导致死亡 再一个呢 导致缺氧 是吧 再一个就反射性气管 肢脊肌管 痙磷 那么一旦痙磷以后 肺内的细肢肌管 也会发生收索 那么我们在显微镜上 就看到 这个细肢肌管 成花瓣状 是吧 是一种收索的这种状态 再一个就反射性心跳 骤停 是吧 那么可以刺激 这个喉上神经 反射性引起 是吧 心跳骤停 这是它机制 那么实际所见 那我们必须要在 经过解剖的时候 查找 呼吸道内的遗物存在 那么所以不难确定 它的死亡原因 是吧 那么他杀的呢 如果强行 那个塞入到咽喉部 也可以看到 口唇周围 说口腔内 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是吧 这就是这个 主要是 梗子 是吧 那么这一节课呢 就是我们讲的梗子 这节课到此结束 第三节课 哎呗 哎呗 si 感谢观看